國穿大哥 在現場有姚立民老師 包括了昨天跟你對話的周玉寇 還有黃毅忠高中的郭敏老師 三位重量級立法委員 有林俊玉 陳其邁 包括王定宇 以及長期在關心年金的吳中泰老師 國穿大哥 因為你昨天的言論 引起大家非常多的爭議 有人認為你應該要道歉 你覺得該不該道歉 我不知道要跟誰道歉 首先謝謝小軍 謝謝各位我們現場的所有的來賓 第二個我們從頭到尾 我是代表退休警察協會 全台灣的退休警察協會 現場有很多人 新北市退警協會是我 所以我有義務 去幫大家爭取他們的權益 昨天大家太陽很熱 跪在那邊 我們都從頭到尾希望蔡小姐 我都呼籲蔡小姐 要接受我們的陳情 能夠轉達我們的陳情書給他 我為什麼不叫蔡總統 要叫蔡小姐嗎 國穿大哥 從頭到尾我們講的是退休金 是 國穿大哥 我講你砍我們 我殺你 都是退休金 你砍我們退休金嗎 我殺你的李玉金 砍不砍殺不殺 完完全全都是針對在退休金的議題上面 沒有講到任何的政治色彩 沒有講到任何的黨派色彩 全部都是一題就是退休金 李玉金 因為現場 那你會不會那句話什麼意思 說在以前 在古時候早就砍頭了 那句話什麼意思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說在古時候早就砍頭了 這話什麼意思 楊老師 古時候的砍頭是代表負責任的 被砍 什麼時候砍頭才負責任的 古時候負責任的人 你就要下台了 我們現在負責任的人 你不應該跟我們這些人道歉 林先生請問你一下 早就被砍了 早就被砍了很多含義 早就被砍 又砍退休金 你砍我們的退休金 你為什麼不砍你自己退休金的議員呢 我是覺得這樣子 講該殺不殺或者砍頭 你要你的解釋 請那個文字稿網路上都有 大概對一對就知道 我不跟你變這個 你以為是要解釋的 不是 你昨天訴求的是 這個新的年金改革的版本 是65歲才能退休 明明人家送出來的版本是70字 大概46到48就可以請你退休 你抗爭訴求的基本點就錯 而且你要求的是75字 難道現在 難道現在政府要回頭去做75字嗎 那大家看清楚哦 在現場沒有講75字 你不要 你去拿搜證錄影機 那你 你是講過65歲才能退休啊 不是說我今天 我請大家 具體具體具體 具體具體具體 客觀 公正 警銷是70字嗎 我會叫求你們 看護我們 我問說啊 所有的公教人員都沒有70字 只有警銷有70字 你在現場沒有講我們 我講的這件事情 我們是講退休金 沒有講到幾年制 講現場 中葉池 完完全全 沒有什麼七零制 七五制 八零制 沒有 完完全全是退休金 林國須議員 你這兩天在電視上 也都講過話 你們都講過七五制在某個電視台 你們都講過 客觀的事實 第二個 七零制就讓警銷人員 跟一般的公務員不同 他退休時間可以年紀比較 年輕的時候就可以退休 不是像你講的六十五歲 我們搞錯了 大家搞錯了 你搞錯了 你要認錯了 不是大家搞錯了 退休的這些人 跟七零制跟七零制 這些沒有關係的 退休跟七零制無關 那七零制是什麼 你昨天訴求還在講什麼七零制 我還糾正你說是七零制 昨天在電視上自己講七零制的 七零制 七零制是未來 你沒想退休的人 你是不是 還在請 根本沒考慮 我還期待你說什麼叫七零制 我懷疑錯誤不知道什麼叫七零制 他根本也不知道 林國須先生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七零制 我懷疑你真的不知道 七零制 我講給大家聽 第一個 我滿五十歲 我服務滿二十年 我就可以申請退休 就是現在的制度啊 我滿五十五歲 我服務二十年 我就可以退休 什麼時候政府有說警燒人員是 什麼時候政府有說警燒的人是七零制呢 那製造謠言嘛 你不一樣 你講錯了就認錯了 你說會算過的評論 你剛剛說到警專 警專幾歲B 我剛剛算了對不對 大家要讓我道歉的事情好不好 大家要讓我道歉 要跟誰道歉 第二個 我講的是退休金 蔡小姐有沒有用防彈車 蔡小姐有沒有請御廚 雖然是她個人請的 但是觀感不好嘛 大家都覺得說我講這個話 馬同行御廚啦 馬英九有沒有用防彈車 總統當然是上班的需要 跟退休制度無關 就像你擔任市議員 你也有市議員的自己 所以不用扯在一起啊 你的議員薪水你沒拿出來談談 比我的高得很多啊 姚老師不要這樣講我 你們上節目比我們多很多 我沒有意見 你怎麼能比 你怎麼能比總共啊 我就希望議員的配合款 全部取消 大家去上網去看一看 我也有建議這個議員 我建議 配合款很多現實黨會 你去跟你的朱立委好好共同 在節目上領的錢比我多啦 我一個月的薪審是有12萬啦 你剛才去扯王影器領多少好了 我現在跟你講的 第一個 你在電視節目講七五字 你在現場講65歲才能退休 這是你講過的話 可是現行要推出的版本 七零字 平均僅專畢業代 46歲 48歲就能退休 所以這個問題錯了 可用錯的去煽動社會的情緒 其實多數的緊張應該不會謬誤 只有你在搞錯 第二個 用殺用砍在處理這樣的承抗之間 對你們有幫助嗎 不要去有情緒性的反應 大家看了監視帶 大家看了這個電視都看得到啊 為什麼一定要誤蔑我說 我有情緒性的反應 為什麼昨天在內政部 我不是拉大家 為什麼在12月31日我在 我在現場 我就拉大家不要衝動 不要去傷害現場的警察人員 這些都是我現場的 大家都看得到 為什麼要誤蔑我呢 就是看到在道理說錯了嘛 我哥哥是警官 學校畢業 台灣警察大學的前身 我認為林國零 周小姐 你不要再講你哥哥啦 你跟你哥哥是你哥哥的事情 我告訴你 我剛剛到就是推銷警察 你丟臉就是丟我哥哥的臉 你應該抗議的 你應該道歉的就是這些警察 聽不清人家的話 你這個傷害了所有的警察形象 你昨天出現在那個現場 讓所有的警官都覺得蒙羞 我現在警官家屬 我就覺得蒙羞 像你這樣一個人 他們會找別人 他們會找別人 你丟刑警的臉 你還做過中華民國的刑警呢 對不起 對不起 你昨天講過了 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有電視出來 你這樣子會犯害名譽 不要牽涉到法律的問題 對人人生攻擊 我昨天講過了 我們就是認識 我請大家客觀 公正具體的 去評論聯金 這樣子而已 我是覺得 我告訴你 我哥哥警官 你根本就是警察家屬 都給你這個 所有的臉都丟過了 人家警察家屬很多 不是只有你 警察家屬 不是只有你 不是只有你 林國順先生 我是 不要不要領退休金 林國順先生 你不要領退休金 是你自己的 誰強化你不領退休金 你辭職選議員選議員 你不領退休金 不要扯自己的退休金 你不要請你哥哥出來講 你哥哥出來講 是不是 我有沒有領退休金 我沒有領退休金 你沒有領退休金 你沒有領退休金 我沒有領退休金 你怎麼不領退休金 你怎麼不領退休金 你還不做二領事 林國順先生 你不領退休金 是跟做議員有關係 第二個 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不要吵架 我跟議員沒有關係 因為我辭掉警察工作了 沒有啦 辭掉了 你辭掉了警察的好處 你自己辭掉的選擇 不要用來討論制度 我們現在講很簡單 你有講 警察的平均余命是62歲 錯人家給我 如果這個數字錯了 對不起 是62.5歲 62.5歲 62.5歲也是錯的 我問過警察署 你也錯了 那你的警察署 那你的警察署 不是數字誰給你的 國順大哥 我們讓他講話 國順大哥 平均壽命62歲 這個數字 國順大哥 到底是誰給你的 還有警察 那個62.5警察署 誰跟你說的 有自殺的 都算在年紀裡面 消防人員 你讓我講話 消防人員 因為因公殉職 像桃園一次 21歲 23歲的 你那不就5個人 所以他會拉低 那你他的平均壽命 這是警政署有據的 哪個人 這個數字錯了 這誰給你的數字 你不要哪個人 給你的數字亂講 我真的要報告 你們不信 你們可以請 陳國恩 陳署長上電視節目 他也直接跟陳建仁 陳副總統報告過 為什麼警銷人員 所以是警政署長 給副總統錯誤的數字 為什麼 我們平均壽命 他現在講的話 都不承認 他在信公司 他在信公司 我把問題先問清楚 他就 在胡州 這到底誰 給你這個錯誤的數字 我請主持人 我請小軍 我請主持人 可以 電訪 列政部警政署 陳國恩 陳署長 請他去證實 為什麼警銷 平均壽命是62.5 OK 這個是國恩 是是是 真的嗎 署長真的是給你這個 抗獎 李柯軒先生 你先具體講一下 是陳國恩跟你講的嗎 是啊 是本人跟你講的 他本人跟你講的 說只有余命就是12歲 62.5歲 是陳國恩跟你說的 沒有錯 來請製作人立刻抗 製作人 請我們立刻抗 給署長 你要不要算一算 郭君 你要不要算一算 如果平均只有62.5 你知道多少人要殉職 你有沒有算過 不是 你們總共7萬人 不是 7萬人之多 你誤會我的意思的 你誤會我的意思的 就說現職 不是62.5歲就過世 而是很多50歲以後 我知道啊 平均是62.5嘛 可是我們現在的資料是73.5嘛 你現在資料錯了 我曾經算過 如果平均只有你講的62.5 或者你講的別人講的 嗯 那你知道嗎 多少人要殉職 活不到60多歲 因為他一定要 很多人 姚老師 警察消防我沒有講 限職 離職 退職 而不是說平均移民 因為這些警政署 退休警察總會 如果我們新北市 我們兩個月前 不是 平均移民要這麼短 要很年輕過世 平均移民 我查過了啦 沒關係 這個數字 如果是警政署長陳國恩 提供給你 我稍後馬上call給他 郭沈大哥我想請教 你還原昨天的狀況 很顯然你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你也看到今天各大報 尤其昨天的網路當中 針對這個言論持續發酵 如果造成誤解的話 你說你沒有這個意思造成誤解的話 你願不願意道歉呢 郭沈大哥 我不知道跟誰道歉啊 我不知道照誰誤解啊 因為我們從頭到尾 你要看我們前因後果 所討論的議題 都在退休金 都在鯉魚金上面 我們要講到其他 其他的政治的語言 我也沒有其他動作 而且這些人也沒有在江 也沒有在江 也沒有在那邊 所以該不該殺指的是什麼 會在那邊 講完以後我們 我講了該不該殺以萬 以後又講到退休金 又講到聯金 所以沒有任何的意思 會討論到 什麼情緒性的誓言的部分 那如果說有人會覺得 有用嗎 賴皮鬼 我覺得政治在打壓我 警察變流氓 昨天這個警察 叫做林國春的 變成流氓 今天還是賴皮鬼 說錯的話 還不敢道 還不肯道歉 周小姐 我希望你評論事情 具體一點 我就是評論你 你評論事情也具體一點 很具體 你昨天講的話 今天不承認 你就叫做 沒跟當 你沒跟當 你沒跟當 你就是流氓上街頭 做了最壞的時間 所有的警察的臉 都給你溜光了 你一對月 你十幾萬 一二十萬的車馬費 有沒有 你那妹子良心講這句話 欺騙全台灣的民眾 跟今天我們討論的事情 沒關係 轉移焦點 而且亂轉移通 你這就是敢說不敢的 你敢說不敢的 你賣一鬼 你昨天在街頭上面 講的話 他跟流氓一樣 現在比流氓上去 我們回歸到主題了 流氓上去 我也對不起 我也對不起 大家發了那麼多親自在討論我的事件 你講的話不承認 很有藍有據 造成社會大眾的誤解 我沒有這個本意 對 你沒有這個本意 因為大家知道 從頭到尾都討論退休金 要離心的問題 周姐等一下 您是非常遺憾說 因為你這個言論 造成你們訴求的失焦 你是不是感到非常遺憾 是不是 我的訴求很清楚 就是 現場的人都知道我們的訴求 你砍我的退休金 我殺你的禮儀金 你要殺我的禮儀金 我砍你的退休金 這個現場 我們所有警銷人員 退休的 限職的 還有很多人說 而且有說證錄影 大家去把前因後果看一下 而不是說 你現在因為我是黨派 今天如果我不是有黨派色彩 我不是議員 我是簡單的一個民眾這樣講 你們會對我這樣子嗎 你們的民眾會對我這樣子嗎 你們的民眾會對我這樣子嗎 民進黨會對我這樣子嗎 我錯了 你是人民那些人的全養的 你怎麼不跟這位大眾道歉 跟這些警銷人 在那裡的警銷人道歉 即使用語隊友被人誤解了 你也可以緩和的說明 你也不需要硬凹 對啊 你可以緩和的說明 我沒有要殺小鷹的意思 我可不可以硬凹 這裡面硬要把它解讀 這裡面硬要把它解讀 不過怎麼辦呢 我現在也不跟他對話了 因為這樣扯不清楚 第一個 但是郭忠祐大哥你知道 昨天在你背後的 有多少真的是 退休的警銷人員嗎 你知道嗎 全部是 全部啊 全部是 錯了 裡面我們就知道幾個不是 不過那沒關係 我們剛剛在講這個 第一個 他幫他警察都會被騙 他還抓小偷 我相信很多 退休人 林博孫先生你聽我講完了 第一個 全部是退休警察的 沒有啊 有一些聲明的人不是 你說在行政院 在考 你不要說得太絕對 待會兒又要改口供了 這樣不好 你現在說得太絕對 待會兒相片拿出來 你又要改口供了 沒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阻止 不要緊 多數事就好了 有一個不是 你怎麼辦 我現在講 第一個 我覺得有些東西的對錯很明顯 警察的退休制度 是不是設計到65歲才能領 有沒有人說 要到65歲才能領 有人說 有人上了電視還在講75字 結果事實一查 是70字 大概平均46到48歲可以領 這才是事實 而講65歲才能領的 講75字的 昨天還在上電視還講75字 跟陳七八在坐那個人 小臉小狗小催吹我也不知道 拜託了 我們不要把某個交點 第二個問題說 錯了 錯了就錯了 沒有確定 沒有確定 你拿出來給他判斷 案子就是70字 現狀就是 你讓我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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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第一個 人家的版本是70字 你把人家講到65歲 人家的版本是到4648歲可以領 你講到65歲 然後說我沒有錯 我尊重你 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你們就是焦點 這怎麼要轉移焦點 第二個 我們在講退休制度 這個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 第二個 你說我們都去完 第二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警察消防很辛苦 所以在思考警消退休的時候 你不能讓他跟一般人一樣 到65歲才能退休 是 所以我們希望在他壯年的時候 可以退休 免得讓他耗損 這是大家的共識 而共識不是李林國森講的 這個共識在年金改革會議 有人有經歷 有辦法到65歲退休 所以要彈性 彈性人家70字就彈性了 你知道 他如果帶到65歲 有人比他退休嗎 是 昏妮以前還管人事 他如果要帶到65歲 我發現林國森不懂 什麼叫70字 否則他根本不知道 焦點就在70字 怎麼不是70字 所以你們不要講到70字 我們現在講的是年金 你們討論的是退休金 我捍衛的 我捍衛的 70字開始的年金 他就是年金 他就是年金 其他的軍 其他的工 其他的教 國中兄 錯了就道歉 你這樣熱鬧 對警銷人員 受警衛的原因 你們兩碗 你們兩碗 第二個 並不是我的主動 主動 如果你時間可以的話 明天 也許來節目 因為有一些 因為 既然在警銷的領域當中 林國中大哥 是這麼有代表性的話 很可 那很顯然你的話 是有非常重要的一個渲染性 如果這不是一個事實的話 那是非常非常嚴重 非常謝謝胡春大哥 好 負面效應 負面效應 你就是負面效應 反而把這個事情弄得全民嗆重怒 引起重怒 皆是可笑 可笑 你才是人身攻擊 你就是可笑 警銷人員 千萬不要再讓這種人上街頭 這種人上街頭 只有反感 犯重怒 謝謝 好 謝謝 我如果覺得 要讓社會大眾很清楚幾個點 很清楚這個 第一個點 因為警銷特別 所以在討論退休制度的時候 把他的退休年齡提早到四六五十 也就是七零制 而有像林國村這樣講說 沒有就是只有十五歲 而且還沒有定案 我不懂 那他抗議的點在哪裡 限制就是七零制 現在沒有 不用改就七零制了 現在就七零制 我不知道他到底 你知道嗎 陳國恩的秘書 警政署長陳國恩的秘書 告訴我們說他現在正在會議 不知道會議什麼時候結束 不方便帶打 但是我希望在我今天錄影結束之前 我們還是試圖要聯繫給陳國恩 你真的提供一個警銷人員的平均壽命 六十二歲這個數字 給國民黨的新北市議員林國春嗎 硬點過去是這麼講 來我們看這個大喜倆 各位去幫我們做補充 警銷的年金的壽命 平均壽命只有六十二歲 現在這個政府要六十五歲 才可以領退休金 誰 有很多 活不到六十五歲了對不對 對 而且 現在要求六十五歲才要退休 我相信很多在職的警察 你有辦法幹到六十五歲嗎 你六十歲你有辦法幹外勤嗎 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大家知道警察跟消防是外勤工作 是公私勤務的 沒有辦法跟一般公務員比較了 現在軍人要不要打仗 打個屁啊 各位 等一下 我們偉大的蔡小姐要來了 偉大的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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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中處優 不會像我們在這裡曬太陽 在家裡面有浴竹幫他煮 出入有兩千多萬的車子 我們是怎麼來的 大家怎麼來的 走路來的 騎機車來的 坐捷運來的 坐公車來的 注意看看 人家的生活跟我們差多少 有沒有公平 公平 有沒有公平 如果要 大家要一起 要一起要 扛大家的退休軍 自己的禮遇軍是不是要先扛 對 自己養尊處優 發了那麼多國家的薪水 然後拿我們的薪水來養他 有沒有道理 對 該不該殺 該殺吧 殺 這在過去早就砍頭了 對 偉大的蔡小姐 不知道會不會聽到我們了 但是我們所有的媒體記者 包括國際的媒體 看看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 對付你現在的退休的警察消防 是這樣子 在場所有的警察消防 在場所有的工匠的人員 軍方的 未來也是會面對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呼籲 大家現在是什麼 養虎為患 大家在保護蔡小姐 結果她在砍你的薪水 好各位觀眾 剛剛國民黨的新北市議員林國春特別提到 在昨天在肯承抗現場當中 他所發言的 就是警銷人員的平均壽命 只有62歲 現在卻改成65歲要退休 他覺得非常非常不公平 那剛剛連線的結果 他說這個資料是警政署長 陳國恩署長給他的 陳國恩署長還把這個資料 遞給了副總統陳建仁 立刻連線給陳國恩署長 署長你在線上嗎 我在 來署長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非常忙 你從會議當中臨時出來 跟我們進行連線 但是攸關到這個事實面的問題 你真的提供這個警銷人員 平均壽命只有62歲這個錯誤資料 給林國春馬來署長 這樣子 他是我們提供給年輕改革委員會的一個資料 是這個我們100年到104年中間 我們危勞職務就是危險職務的基層人員 他致運根據零退休之後 平均死亡年齡是69.76歲 這個數字 那如果用國民平均的話 50歲以上的國民平均死亡年齡是75.84歲 所以我們警察在這個階段裡面 他們自願跟契林退休之後 是比國民平均年齡少6.08歲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所以62歲怎麼來的 62.5怎麼來的 你有沒有跟林國春講過62歲 62.5 62歲的這個年齡 這個數字是我們一個代表 在年輕改革委員會裡面 他有提這樣的建言 他講的是 危勞職務的基層人員 在100年到104年 在職 在職人員 在職跟職職開始算 他是退休開始算 兩個不一樣 一個職職開始算 第一線危勞職務的基層人員 在職 在職之前之後 平均死亡年齡 從在職開始算 這第二數字是從職休開始算 是那個年輕會議代表說的 還是你親口跟林國春說的 這個數字不是我說的 你沒有跟林國春講過這個 對 你們現在退休就70字 有沒有像林國春委員講的說 我們將來要改到65歲才退休 我們現在從 其實呢 其實 100年開始 100年開始就70字 那因為有緩衝有緩衝5年 所以從105年開始 是55歲 55加15 所以現在的版本好像也是 也是55歲 都沒有改 是沒有錯 因為都沒有改 對 署長 所以你的62歲所指的是在職 在職工作當中 死亡的年紀 死亡的年紀 101年到104年 如果這裡頭 訓指的有100人 死亡當中去過平均 死亡平均死亡 是 他一算都加起來算的 那個是 署長 跟平均一命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完全通常 對 他是死亡的 在職的活的不算喔 對 只算在職因公訓職 或者是個人因病 怎樣死亡的 死亡的平均算是62嘛 對 所以 活的還有多數都還活著 那個沒有加進去除嘛 所以那跟平均年齡是無關的 對不對 對 結論就是 結論就是 你沒有跟林國春當面講過62.2歲 這件事嗎 那個職因林國春的簡單 對林國春 你竟然靠著人家澄清喔 我講的是 我們的資料 我們的資料是69.76歲 是 署長 署長我建議 署長我建議 署長來澄清他建議 100年到104年平均死亡的 是第一線的 是 基層的人員的 年紀叫69.76歲 69.76歲 署長 我是陳其邁陳委員 我是建議說 你把你剛剛講的那些年齡 包括平均年齡 這個做一次澄清 那要發個新聞稿澄清嗎 你們要正式發個新聞稿澄清 也是這樣 我看到林國春委員說 說殺就殺的時候 他前面講的時候 群眾都是 喔該 該不該什麼的時候 等到他講說該不該殺的時候 現場的那個生意突然消掉 就是連他下面那些群眾都認出說 反正靜默了 但是他們也說 喔該 所以從所有的現象我們看到 難怪大家認為說 那你說這個 殺總統這種話你也講得出來 所以 所以晚上我們那些 我們年輕人都會用那個群組 你知道 全部熱門新聞 全部都是林國春說要殺總統 你還會是看到嚇死人 所以我才說 如果是真的是講錯 如果他的本意不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道歉 我覺得道歉不可恥 沒有什麼好丟臉的 那我今天要講的事情 從我一個角度 從一個年輕人的角度 我自己也是公教人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有點失望 因為你曉得他們說 喔太陽化也是這樣做 所以我們也可以這樣做 沒錯 這個是憲法保障的集會言論自由 基本上只要是你合乎在 你按照集會遊行法申請場地 然後你要表達你的誠抗 我認為 不管是年輕人或前輩 這都應該要保障 可是這裡有個很根本的因素 他們很喜歡講太陽化太陽化 公民不服從 我今天幫大家上一個課 什麼叫公民不服從 太陽花這些年輕人 是為自己的利益 在站上街頭嗎 不是 所以我說今天站出來抗議 有個重點是 用英文來講叫正當性 legitimacy 就是說你今天出來 不是你們自己在那邊 自嗨爽就可以 你應該是要透過媒體的傳播 讓全國的民眾認同你們 這些人講的是對 所以我支持你 可是顯然 我們看過去的民調 這麼多 從那時候 從暑假開始年輕改革 會一次一次的開 開了二十幾場以後 我們看到 支持年輕改革的那個 鼓勵 還是70% 也就是說 這些前輩們這麼久 這麼經過半年一年的 這種長期的抗爭 就是全國民眾並不買他的單 而且雖然根本是 講到公民不無從 有個很根本的 我們用美國那個哲學家 John Rose的說法 他有三個要件 公開違法 但是要非暴力 違法就是說 因為他可能 他必須出來 以聲去表示說 這個法律的不當 假設這個法律有不當 對 今天前提是這個法 好像也沒有不當 好 但是更重要的是 精神在於非暴力 是 這個重點很重要 你們這些前輩 曾經都是執法者 警銷都是曾經執法者 而且今天你用這個動作 我們看嘛 大家看到這個報紙 新聞人家都有 這邊推起衝撞 甚至要 反連改 然後群眾盤查記者 掐緊 對 標什麼標章話 把記者抓過來 就說你採訪 我就罵你章話 這種 我不曉得這樣算不算暴力 如果你覺得這樣 還是非暴力的話 那我只能說 他們自己說的 三立的記者還被罵醜女人 對 你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家裡 看到的是 看了一場笑話 看了一場鬧劇 三立八是學生被打 是 所以剛剛特別提到 違法公開跟非暴力 可是我們看到 憲法所制定的集會遊刑法 讓我昨天大開眼界 為什麼呢 哇 好厲害喔 幾百個人可以癱瘓整個交通 好厲害 幾百人可以在行政院 立法院 教育部甚至監察院 正從忠烈慈開始 全面進行癱瘓 來這個 吳老師怎麼看 大家就翻譯 這個就是集會遊刑法 是這樣子嗎 本來的規定 應該改 我想立法院都知道應該改 那現在還有一些 這個彼此的細節沒有談定 各位知道嗎 行政院 決定人民很多的權力義務 尤其是法規命令的部分 但是行政院 是集會遊刑的禁制區 考試院也一樣 所以我曾經在十幾年前 在考試院前面絕食 但是你超過三個人 以後加小鮮肉 可是他說太陽光學院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他們曾經這樣說 對 這些都是集會遊行進制區 但是剛剛講的 如果有必要 那我這個不合作 我要做一個抵抗 我這個至少 公民不服從 對 我就可以違法 但是我非暴力 對 那如果沒有做到非暴力 讓其他人都因得這樣而反感 請問一下 你的訴求不是剛好相反嗎 我想要解釋一下 就是說這種公民不服從 其實在過去二十世紀以來 印度的聖雄甘地也曾經做過 美國的那個黑的領袖 金恩博士也曾經做過 但他們所謂的非暴力抗爭士 他們是靜坐絕食 他們是 雖然他們違法坐在那邊 但是他是安安靜靜的靜坐絕食 他用他的道德良心 去呼籲社會來支持我們 然後最後確實他們的成效也成功 因為他們是用一種 道德良心的呼籲 但是我剛剛講 你今天用這種方式 在那邊衝撞這種方式 你覺得全民會買你的單 全民會認為你是站在道德良心 是站在公益的立場 還是站在自己的立場 是 但是現在最新的發展 我們看到 不管是年改的方案 或是監察院已經送出去的方案 很顯然 這是一個互相不一致的一個狀況 所以俊逸大哥 你看今天聯合網報 坐在頭版 他說一個年改兩院對槓 觀眾朋友我現在講的不是黨產 因為我這兩天還在討論 兩院對槓 這哪兩院呢 一個是什麼 立法院 因為監察委員 馬英九所提名的 16名的監察委員 這兩天在3月14號通過什麼 把立法院所制定的不當黨產條例 整部呢通通都是違憲 送到大法官司法院底下 要去做釋憲 所以呢 由大法官來決定說 到底監察院說得對 還是立法院制法是有道理 這又是一個憲政危機 今天呢 年改告訴我們 考試院跟行政院要對槓了 然後呢 是你行政院說了算嗎 是年改方案說了算嗎 是考試院說了算嗎 應該是立委諸公 最終版本才是關鍵吧 來 俊逸大哥 一個年改兩院對槓 可是我們很抱歉的 最後還是立法院在決定 是 為什麼立法院 那假的兩院是行政院 考試院這兩個院 都沒有辦法決定 那深圳決定 因為這兩個院 一個行政院 一個考試院 就沒辦法決定 對 請你們有包吵 法治是立法院在決定的 因為任何有關法律的部分 最後還是在立法院決定 所以我剛剛就說過 不管考試院的版本 行政的版本 我們民進黨自己的版本 所有的版本進來以後 我們會很仔細的討論 但是這個討論有一個前提 不是黑白亂說 剛剛林國春委員 林國春議員就表示得非常清楚 我就隨便亂講 我高興亂講亂講 人家陳國恩講的是這個 平均死亡以後 死亡以後那個統計數字 然後他講說這個叫平均 裡面呈現 年金改革方案 如果你要把你的訴求 給大家知道 真的不是用這種方式 真的不是用胡說八道的方式 真的不是 那你們覺得考試院 他們的版本一無可取嗎 考試院的版本其實我們說明 難道真的全部都胡說八道嗎 考試院的版本我們說明很清楚 就是說考試委員 因為我們現在憲法本來就很奇怪 我們就設了一個考試院 然後考試院有這樣的權利 那我們當然尊重他送來的版本 但是最後決定版本的很抱歉 就是我們立法院 哪一天要審 因為那天我們SNG可能要派很多人 你們到底哪天要審 你確定你們進得了立法院嗎 對對對 今天進來立法院 一定進得去 禮拜五就要審了 禮拜五進來立法院 然後下禮拜就會交付審查 OK明天就要審了 沒有沒有 下禮拜就交付審查 交付審查以後就各個委員會去討論 各個委員去審查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解決制度的方法 可是我們發現現在不是這樣 那不管這些團體講來老半天 帶隊去抗議訴求的人 結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制度是什麼 自己是欺凌制 縣制就是欺凌制 一個制都沒改 他說我們是六五制 莫名其妙 我們是七五制 六十五歲才能對 所以我說先把自己的東西搞清楚 然後在這樣的平台上 這才是民主的國家 否則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我跟所有老百姓一樣 我們想搞清楚的是 你們立法院最終應該要出現什麼的版本 才符合當初小英總統所立下的方向 改革方向就是符合世代爭議 來 吳老師 我認為聯合網報的這個標題是一個假議題 又是假議題啊 因為兩院考試院是一個法制的擬議單位 結果退休單位 他擬議 擬議是什麼意思 他的職權剛好跟立法委員十六個一樣 就是一個人提案十五個連數 所以他是產生版本的 好了我們應該對行政權的這個尊重 可能就是他出來一個版本 那他現在兩個版本呢 有差異很大嗎 也就是在那個替代率的 叫做起降點那邊 或者是終點那邊有一些差異 但我在猜到最後是 考試院版本不會被全部買單 行政院版本也不會全部被買單 那到底是什麼買單呢 我相信也不是民進黨黨團的版本 就全部就照這樣過 所以這樣子一個過眼雲焉的差異 我覺得媒體其實根本不需要把它變成是兩岸 兩面對抗 而且這裡面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兩面裡面哪一些是對的 例如我所知道的 有關於那個月虎未經 或者是已暑年經的部分 考試委員是用性評法去檢視 有沒有歧視婦女 所以後來做了某些修改 不要小看像林國春這樣子的表現 因為這樣的謠言 因為這樣的錯誤的煽動情緒 讓本來就很困難的年金改革 更加困難 所以這樣的人更該譴責 如果違法更該要處理 他首先講的是 該不該殺後面多了一句說 在以前這早就砍頭了 這到底是針對禮遇 還是針對人命 我覺得讓檢察官去處理 第二個 我們剛才理清下來的事實都很清楚 當一個代表某一小部分 警銷人員的理事長 用錯誤的訊息 在煽動社會情緒的時候 我仍然堅信多數的退休警銷 的理智跟智慧 還有對退休制度的了解 要比林國春多很多 我們頂的區域變不多 你一般都是六七萬塊嘛 你現在領六七萬塊 你再檢下來三四萬塊 你絕對 沒辦法理由 包括公務人員 考試院會 今天最新消息 已經通過了 公務人員退休撫恤法草案 就在我們陸營同時 已經寒送立法院 當然今天記者問了 這個考試院 你們跟府院好像不同調 院長吳錦琳怎麼說呢 考試院呢 超然於政黨之外 獨立行使職權了 好 這是最新消息的 黃老師 他有沒有獨立行使權 我現在來的批評他 但是我們期待 台灣是一個理性溝通的社會 在理性溝通的前提是 要有資訊透明而且誠實 我發現現在反改革的那些朋友們 很多錯誤的資訊在那邊搖轉 比如說剛剛林國春的情況 然後把錯的事情 講得像真的一樣 造成民眾不必要的恐慌 所以考試院 你今天的版本出來 你親密跟我們講說 如果按照你的版本 可以延後幾年退休 因為年改革的版本跟我們說 可以再延後13年退休 那考試院你的呢 清楚講出來 讓民眾了解 所以剛才這個退休警察人員 他退休的時候就是七零制嘛 對不對 近幾年退休 所以林國春 也沒有說要更改 對於他所代表的那些 退休警察人 像我哥哥也退休了 他們是用七零制 退休的這些人 看的不是很好笑嗎 所以他們犯眾怒 有負面的這個效果 希望其實這些傢伙 做的這些運動 對年金改革的這些 被改革者的訴求 一點幫助都沒有 是 楊老師 剛才陳國瘟回答的 我再請陳國瘟 一定要在未來澄清的 是因為警政單位的代表 在年金改革委員會裡面 叫做警政署督察室金耀勝 我再說一遍 這是有新聞的 今年2017年1月22號 對 全部的人都在公佈說 警察的平均壽命 62.49 然後一般人平均壽命 80.2 差了將近20年 錯了 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有澄清這個數字 是 這是故意去扭曲 是 楊晴曼 昨天林國村講說 他以前在幹警察的時候 他是管人事的 結果你看他70字 75字或85字 他什麼都完全都搞不清楚 那另外 再算年金最重要一個概念 就是算平均壽命 結果他在職年齡 死亡的平均年齡跟平均年齡 他都搞不清楚 你帶頭上頭 你講的一些事實 完全都是錯誤的資訊 然後錯了又不認錯 你這個怎麼會 我覺得是獻這些警銷於不義 大家 我們國會裡頭都在看說 哪些數字 哪些訴求有道理 那講的全部都是錯了數字 你怎麼要說服人命 錯了數字 總之叫一拳陪他跪下去 是啊 我覺得最優惱是被他叫 陪他跪下去 他們用的是尊嚴 我是退休警醒 我講不客氣一點 他是在消費這些警銷人員 他是在消費這些人 成就自己 挑起社會的對立 挑起階級的對立 挑起世代的對立 我覺得這個是 對一個公務人員 對修公務人員 美國第35任總統 甘萊迪說的 不要問國家 可以為你做什麼 你應該問的是 你可以為國家做什麼 如果大家都本於本位主義 年輕人說 我為什麼要承擔你 而老年認為說 年輕人應該共同去承擔 每一個有不同的一個本位主義 你覺得蔡英文總統 應該怎麼做呢 難道改革不應該繼續做嗎 非常謝謝各位 那明天在暗時間 這時間再回來 拜拜